做Fashion 你要记住需要时间沉淀 我们要将我们自己所谓的经验 我们的努力一路一路沉淀 张国威·William 是Coyo Jeans品牌的创始人和创作总监 入行十几年 Coyo Jeans得到不少港星和潮人的青睐 更加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他在Ivy收睹设计之后 一路摸索要走出一条国际品牌之路 上世纪90年代 香港制衣业蓬勃发展 不少的本土设计师涌现 90年代初 William在深水埗一间时装批发公司 新例行做设计师 老板娘将很多的业务都交给他 以前他都很相信我 买布也是我 买物料也是我 买楼买拉链也是我的 我试过一天花百多万 所以因为我们那时脚出油是很大的 给一批发可以去很多货 有一次他用了几十万 买了一大批Nike Adidas的章回来 结果发现是别人的品牌货 用的话就会被告侵权 拿着这一只烫手珊瑚怎么算好呢 我又怎么办呢 将这些章 牌子一个窄一个窄住来转 你变成串字 就串了一半 就串不到这一半 你将这些章混合进去 变成你的褲子看下去 就很有看头的 有几个 有了几个 有口袋 你变成那条褲的价值很高 但价值很低地批出去 但我们的赚钱是可以赚到一倍 这款短副成为一时流行 后来William先后在太子铜尖沙咀 开设时装店 1997年接手了新丽行的店铺 和位于东莞的工厂 一年之后就进军内地 我最记得当时我还很大胆 在广州北京十几万 拿了一个铺铺做零售 你当时是不懂吗 人家说那里很好 反而你年轻了你什么都试 十几万好啊做啊 不知道自己够不够钱做啊 那我就做了北京的铺铺 因为不够经验 William未能够把握投资者加盟的机会 苦参一年之后蚀本离场 但当时每天有人打电话来想加盟 但当时我们没有懂得捉住黄金的机会 因为当时我们想着开一间铺铺 我没有想着做Franchise 也没有那个团队做Franchise 1999年 他和一位韩国设计私盒组公司 在韩国受到很高的评价 两年之后去到法国 参加Who's Next展览 但又再一次遭受打击 对面呢就有一堆东西 又有摘碟 又有DJ 很开大派对 在对面整个东西 你知道欧洲 他们的extribution是很好玩的 他们是把客户过来玩吃东西 喝东西 展示一下印象 他们不是真的在那里买货 他们不是真的买货 真的很惨 很穷 不知道要放在街边 我自己看起来 我也觉得自己的东西很噁心 人家真的很漂亮 看到风格也好 洗水也好 洗水也好 布料也好 真的很漂亮 接着就跟我朋友说 欧洲我们真的不用管了 搞不好 一定输给他们的 我们以后都不用来的地方 虽然如此 但William心里不服气 口说不做 心不死 一直试试试 试洗水 不断买的办法试洗水 为什么人家做到 只是在洗水厂上 为什么人家做得到 为什么人家做得到 一直一直 William买了很多条 名牌牛仔裤去拆解 研究剪材、布料 并且四处拜访工厂 研究如何令到生产 配合到好的设计 直至他觉得 逐渐贴近国际品牌的标准 才整装待发 2002年 William成立独立的公司 两年之后 正式以高级男装品牌的形象 进入市场 由那时开始 东莞的工厂同时生产 高档次的Koyo出品 和低档次的批发产品 两条线分开处理 自负盈亏 因为那些是我们 已经做开的 就不停 不要说close 反正又不是虚本 反正都做开 又固定下 那就继续做 就不会说expand 工厂要同时维持 两条生产线 培份两批技术水准 要求不同的工人 随着生产能力逐渐提升 品牌产品的产量 亦有04年的三成 上升到10年的七成 工艺的机会 然后可能厂长的Mine要转 一路优化一间厂长 由自然做批发的标准 一路闹到变成品牌 2005年 他帮内地一间大型时装公司做顾问 这个时候 他已经得到由生产到销售 由设计到经营的全面经验 批发你不需要做烟味 你不需要做任何的 包装很漂亮 批发就是你的产品 你一款产品可以买一万元 做品牌有什么不同呢 做品牌呢 他要卖完我 他没得选 他卖完我 是很钟情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今天不行 他也要捱了 你怎样令他压住了我 2006年 William戴着Coyo Jeans 再度出征法国 他说 在哪里跌倒 就是在哪里站起身 今次他获得五十多个买家瑞青 更加成为香港第一位 他进驻巴黎老佛爷的设计师 我们就要比较 我们就要 如果我们输 我们就知道输什么 更加令到我们的牌子更厚贵 就像那次法国 或者展览会 原来是这样的 如果我永远在这里 我永远不知道是这样的 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而令到自己 更加令到牌子再上 两年之后 William全面展开Coyo 在香港的品牌部署 Coyo Jeans 成功进驻海港城 原因就是 我们的目标是做 产品牌 我刚才跟你说 你做这种品牌 你一定要去到一个 国际的商品牌 你开开海港城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其实好处是很多 因为第一 提升了我们的品牌的形象 第二 其实呢 因为其实国内很多 的百货公司 他们都要知道 你的店铺的形象 和定位是什么 既然你进入海港城 其实它就筛选了少了 因为它是参考价值 William也逐渐建立自己的团队 厂长梁有行分管生产环节 由1997年起 一直和William合作无间 郭雪兰分管行政和人力资源 游群英就是品牌经理 他们两个早在01年就加入了公司 已经成为了William的左右手 我们对他有信心 他是一个对市场很敏感的人 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们都信他的判断 由设计团队到工厂 大家都相信他的眼光 以前我们跟这同时开会 那时候我们记得 我和柳姐付卖四百多元 我已经跟他说 两年后要卖过千 怎料真的已经达到了 你看到他觉得原来 我看的东西是真的快点的 或者是对的 他跟下去是对的 那些客人是瘦的 你不是你说的 结果客人是否可以的 随着公司架构日渐成熟 William已经建立起一套 先行后效的制度 由他亲自设计第一间店铺之后 其他同事就会好像赌模一样 完成其他店铺的设计 我觉得其实西铺的时候 比现在的原因更辛苦 其实我们人当然要进步 想越来越轻松 当你生意越来越轻松 代表你的团队越来越成熟 除了在设计上力进完美 William也不断完善经营策略 他认为国际品牌 首先要有正确的定位 和鲜明的个性 因为现在我总觉得 全球一体化的时候 不可以我唯一要做设计 为欧洲做一个设计 中国也要做一个设计 那很多组织都搞不定 Coyo旗下有Coyo Jeans 和Coyo William 将两个品牌 各自有不同的规划 我用了两条线 去做我的公司的一个策略性 在里面 带中化一点的Coyo Jeans 我要去开一千间店 是靠Coyo Jeans帮我开的 另一个我的理想 Coyo William 用我个人名字 去做一些高级的服务 那些是给艺术的 是给舞台的 我开一间旗舰店 纯粹可能是中环洞一间 就是纯粹是给一些高级的服务 在客户服务方面 Coyo也展现出国际品牌的风范 每年都会向客户提供分析报告 和配货意见 做品牌其实就是一个责任 你要令它赚钱 你如果不令它赚钱的话 因为它有这么多品牌可以做 它为什么要选择你 就是有这个力量令它赚钱 加盟商的管理 由广州的办事处负责 而东莞的工厂 不单只是生产和物流的基地 还是Coyo的设计实验室 如果我们过千间店铺的时候 这间厂也要存在 因为可能我们要做 我们开发性的东西很多 我们这间厂市场 市场也不要紧要 要支撑品牌开发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如何处理投资和回报的平衡呢 William说 加盟也是一种投资的形式 但要维护Coyo一致的品牌形象 选择好的加盟商 就非常之重要 因为当地市场 如果你做一个品牌 做到它关门的话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 它一定要拒绝一些 不懂做生意的范围 国际品牌的服装系列要很丰富 才能够覆盖不同地区的市场 像我们Tranco 在欧洲是好迈的 因为那里下雨下雪多 那一定是那些好迈的 但我们会不会出 我们会出 因为我们的维护是很阔的 不会只出一件 说要全世界適合 所以我们的维护是会有 我们会有鱼絮 我们会有长衣 有Casmer 物料是要有的 要做到丰富的服装系列 对生产和销售都是一个难题 考虑到规模经济 William希望进一步开发欧洲 和中国北方以及鱼近的市场 所以我们要不断去 去扩展我们的铺铛要多 如果我们只有南方的市场 只有一间在巴黎的时候 你以他一间巴黎而做 就很辛苦 但是其实现在做一做一做 可能我们北方开始都有 我们搞北京fashion show的原因 就是希望开到北方市场 但业务的确张 亦都带来人才压力 例如管理加盟店 建立一致的品牌形象等 都需要更多有经验的人才 而培训这些人才 亦都需要时间 我自己在公司 都培训了一些VM 或者陈联的同事 其实他们都跟了我几年 他才捉到我想要物 即原来是美的 审美的人的人 每个都不同标准 但怎样可以令到他 去跟到你 我觉得很重要 Coyo的确张 亦都进入了网络时代 William已经着手 开发网上救物 关键是如何建立 系统化的管理 就是IT部门 可能是两个人 我经常跟他们说 你如果在这里做这个 你可能有200人跟着你 所以你现在要先做 你先建立了 这些扩张都需要资金的投入 那会不会成为一个负担呢 你应该如何去平衡呢 但是用了钱回来呢 其实不是用了的 记住 因为他用的钱 在制造成效益 而这个效益 可能在一年后 你回报回来的时候 等于都是投资 那投资是投资在人 还是投资在工具上 还是设备上 就有一个CEO 但为什么我今天 会用自己的名字 来做brand 我觉得 我有这样的使命 要把我自己的brand做 William的国际品牌策略 仍然在不断更新 脚下是一条国际品牌之路 他带领Coyo和他的团队 由深水埗走到海港城 由香港走到巴黎 未来又会走向哪里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